七年后悟空再次回到地球 看到琪琪身后怯怕的小孩 坚信这一定是自己的儿子 微笑地往前走了走 悟天终于激动地喊出爸爸 武道会参赛人员开始进场 在路上悟空对克林说还是光头好看 克林无奈解释留头发是有原因的 悟空这才反应过来18号竟也在 这才知道克林已经和18号结婚 而且已经有了孩子 悟空好奇机器人也能生孩子吗 克林皱着眉解释人家只是被改造一点的人类 悟空赶忙尴尬笑着说恭喜 另一边医护人员看到比克脸色发绿 关心的询问需不需要救主 各种小插曲后参赛选手开始做力量测试 主办方首先安排世界冠军撒旦先做示范 其实这都是撒旦一手安排就想装逼而已 他一拳打在测试仪打出137的高分 也确实有点东西 但跟后面的人比就不够看了 克林特意嘱咐18号轻一点 谁知18号轻轻一敲直接打出774 这立马惊呆了众人 工作人员赶紧道歉机器出了故障 调试一番后18号再次压低力量敲出203 轮到背吉塔时他说都给我站远点 悟空五头感叹他还是老样子 见悟空上来打招呼他才震惊这些恐怖人 竟都是悟空的亲戚 首先开始少年组比赛 主持人隆重介绍冠军会直接获得与撒旦比武的机会 不用说这又是撒旦安排的秀 他帅气出场结果脚一滑直接摔个屁股蹲 见呼喊的观众顿主 他不要脸的赶忙站起连称这是一个玩笑 观众竟相信再次呼喊起来 这是一个大型电视机飞来 离谱的竟要播放撒旦大战沙鲁的电影 电影内容丑化悟空众人 美化撒旦是正义的化身把沙鲁打得跪地求饶 看完后悟空等人简直颠覆三观 折腾半天后比赛终于开始 首先一个小孩把另一个小孩打哭 谁知哭的小孩竟生气疯狂对另一个小孩猛吹 就这样荒唐的第一场比赛就结束 第二场终于轮到特兰克斯上场 他将对战15岁的大龄少年 这个少年很早就看特兰克斯不顺眼 并一再挑衅 心想这下终于有机会好好修理他 寡言少语的特兰克斯上来 直接一个扫荡腿 然后快速接上一脚将之踢飞 对方重重落地不省人事 特兰克斯获胜 小大人的他鞭策着刚才自己竟然发脾气了 我真是太孩子气了 悟天同样对战大年龄少年 没见过世面的他吓得瑟瑟发抖 乖乖地跟在对手后面上台 对手先来一套自认为很帅的花式拳法 结果还没开打就把自己累得半死 悟天呆呆地不明白他在干嘛 随后对手说自己要施展一招杀人拳 悟天用一根手指轻松挡下 对手发现悟天竟有两下子 于是开始快拳猛攻 不用想悟天全部轻松挡下 这轻松一拳只把对方打的头都要掉下来 昏迷不醒悟天获胜 最后特兰克斯和悟天毫无意外地来到最终决赛 无聊的比赛终于精彩起来